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区里大小调节目 我是主持人许超雄 今天我们区里大小调节目 要来介绍松山区的龙田里 龙田里人口数有一万两千多人 那么住户有高达四千三百多户 是目前我们松山区最大的一个里 那么连续担任世界的里长 袁俊祈元里长 积极打造这个龙田里 成为一个模范里 而且努力推动环境改造的计划 并且规划了许多社区的一个课程 让龙田里逐渐成为一个 健康幸福的一个花园社区 那么今天我们非常高兴 能够邀请到我们松山区龙田里的 袁俊祈元里长来到节目现场 袁里长你好 谢谢超雄哥好 还有我们现场的观众大家好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 袁里长担任里长已经四届了 这四届的时间已经是 这个十几年 十六年的时间 这个真的是非常长 那袁里长担任里长 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事实上也对龙田里 实施了很多的这个建设 还有很多的一些政策 都非常的成功 那我们首先可以请袁里长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龙田里的一个 里内的一个环境特色 我们说龙田里 我们龙田里大概可以分成这个君宅 君宅是 就是国宅 那是由君宅改着国宅 那另外呢 还有这个四到七楼的传统社区 还有眷村 另外还有最近也有一个眷村改建的 这个新的社区平安新村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 就是三军总医院松山分院 也在我们院里 是 就是说我们其实我们的腹地这么大 那人口这么多 但是除了这个三种的这个松山院区之外 其余都是住宅区 其余都是住宅区 对 而且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 在龙田里 它很多这个大楼 这个社区大楼 感觉就是非常的整齐 而且这个环境非常的漂亮 走在里面 感觉很像是一个城市的花园 这个也是我们袁里长 积极推动这个社区绿美化的一个成果 我们也可以请袁里长 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么多年来推动的这个绿美化 它的成果是有哪些呢 事实上说起来 这个是真的值得骄傲 也是我们社区所有住户的努力 对 民国86年我们拿到这个 我们从眷村改建回到国宅 是 那事实上那真是黄土高坡 社区就是一坨一坨的黄土 根本没有绿化 没有美化 是当初只是为了盖房子 只是为了盖房子 都是钢筋水泥 对 钢筋水泥 然后室外就是一片空旷 然后就是黄土高坡 为什么讲黄土高坡 因为它是高高低低的 像个小山丘一样 所以那时候做 觉得说要做绿美化是第一要入 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做绿美化 对 而当开始做也很多人反对 因为那要花很多钱 是 要花很多钱 那后来也说服了社区的很多长辈来支持 就是说如果说现在不做 你把这个环境造成像很多其他的这个老旧国宅那个样子 门口停车 然后门口放垃圾桶 门口做那些以方便的设施 停机车停汽车 是 那就造成整个社区就是一个很烂的国宅 感觉到就是国宅 可是我心里所打造的 我希望说这个国宅这么漂亮的这个中庭 这是退缩空间 我们如果说能够把它变成这个一个公园 做成绿美化 将来绿树成荫 这是那个时候想着将来嘛 将来绿树 那不让车子进 也不让车子停 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社区 是 所以当开始的时候要做是真的是非常困难 非常困难 那我们年轻小伙子想法跟老人家想法是不一样的 老人家说你做这些东西干嘛 多事 我觉得不那么认为 所以我就积极在做 因为那时候在规划的时候 就是说他们这个国宅在新建的时候 就规划很多的公共空间 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他的这个公共空间 他的腹地其实很大 很大 他预留很大 他预留很大 大概每一户差不多有 你像我们家26坪型嘛 对 大概全壮是47点多坪 是 所以他有20多坪的是公共空间 那很大 而且所以里长特别运用这些公共空间 来加以美绿化 那这个过程这么困难 那后来是怎么样 让这些里民能够了解说 里长的政策真的是对的 首先可能有很多事情 不能太民主 就是要 你觉得我觉得是对的 我就下去执行 那我觉得说做绿美化 事实上我们当初也找到这个 陈水扁那时候是市长 那我也把我的理念什么都写了很多 对 杨杨杀杀杀一大本 一大本拿去 就是说评比的时候 这个他只评比三个 就是三个都不是我的 我那时候不是里长 而是主委 对 所以三个评比 没有我的份 是 可是我的内容写得很详细 那中奖的通知 得奖的都是三个 都是里 都是里长 那我这个非里长 这个我就觉得很不服气 就感觉比较弱势 对 我就去找到市长办公室 后来市长就说就安排 我现在记得很清楚 席六基金会 他安排席六基金会 来协助我做绿美化 是 我说是因为我们不是要你 台北市政府多少钱 我们是有很多的配合款 但是我们需要有专家来支持 所以从这个开始来切入 做绿美化 那做绿美化就是自己下来做 自己这个完毕业势 也下来做 所以里长自己也亲自下去 也亲自下去做 那招标 我向来只要觉得钱不放 我自己口袋放 那我要做就是做公众的事 所以招标一定有别的委员 自己去组 去找很多的厂商来招标 招标觉得要按照我们的 这个习六基金会的指导的 然后他们的设计图案 我们来发报 是 所以里长当初也是因为 本身原本是社区的主委 但因为看到了我们社区的环境 很多必须要做建设 做改进 所以才跳出来参选这个我们龙田里的这个里长 参选这个里长 这是很应援机会的 当初自己做很多 那个时候几乎把所有的工作通通放下 全职来做这个 那个时候我还在台词文化也在帮忙做制作 对对对 后来的指导通通都停了 通通都停了 他就专心来做 可是做到最后 当然是有正好碰到里长选举 对对 所以我们一些后备干部 然后一些社区的祝福 里长你有很多 那个主委你有很多理想 你干脆你就来当里长 尽量来推动看是不是能找到市府的一些资源来做护盾 是这样子的情形 反正那时候年轻就一头再进来 所以今天做了16年的里长 对真的是相当不简单 而且我们可以知道 就是说里长在过去 在大概几年前 在民国这个七十几年的时候 曾经获得市政府的这个行走通畅的一个楷模 这个行走通畅的楷模 它事实上是相当不容易 可以请里长来跟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他为什么可以得到这个行走通畅的楷模 这个说起来这个真的很精彩 对 这个当初只是一个构想 因为大家走在这个中庭 我们这么多都退出 退缩空地 那除了我们那时候一方面有在种树之外 那源源的安全是一个隐忧 对 因为常常有老人家 我们社区都是老年化社区 很多很多 都是我副职辈都是七八十岁的 八九岁 不是推轮椅的 小的小 牵的也是推的小车子的 是 婴儿 在社区出了好几件事情 因为这个过路的汽车机车 不等人 对 呼啸就过去了 短短的一条小马路不到100公尺 他能够冲的速度都能够非常的快 是 所以后来那时候就觉得说 我要把这些零零落落的这些通道 把它完整化 让大家行走道 真的是我当初跟这个当时的郭瑶奇的处长 我跟他报告 我说我希望变成一个公园社区 可是你也要支持我 对 所以有很多东西他就我就提出我的构想 我这写成很大的设计计划书 拿去给他看 所以我说我要封一些向道 那个时候费文泰副议长 他也很支持 他说这个很小事情 我们办个会刊就好了 结果没想到 办个会刊以后 出来很多事情 不是那么简单的 会刊就能把这个行程徒步去弄好了 所以你必须还要写很多的企划案 那后来是那个时候就找有很多公关公司来找 说我们来帮你写 但是这个要花26万到45万不等的价钱 就说我们来帮你写 但是不能 我说那你写完之后 你是一定可以拿到 他说不一定 你还是要经过台北市这个审议委员会 对啊 读时又要审议委员会去审查 后来我那时候没钱了 我就想说我花这么多钱 社区你跟他讲说我要花这么多钱 去做这件事情 出去大家通常不会愿意的 是 所以后来我就自己写 自己写 那就自己写然后送 自己写送 这个送去一次要印13本 然后一退退回又得重写 再出去又是13本 又是精装要把它弄好 对对对 所以这样来来回回搞了8年 8年终于成了 真的8年 哇那来来回回就已经花了多少时间 对对对 所以那个废文台废物理长就说 俊群我很佩服你 他说你这种执着的精神 我说认为 很有毅力 我将来也会老 是 那我希望说能够创造给小孩子 老人家一个新手通胀的社区 后来这个师傅也给了我一张表彰 就是看到的那个 对 这一片 而且这一个是金属 金属的 很少可以看到说 这个我们公家机关颁发的这个奖章 奖状 它可以是一个金属做成一个纪念品 它因为是那个发展我们这一批以后呢 没有再做第二批 所以这是前无来者后无古人 所以后面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奖项 后面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很骄傲 这个不是说像一般的那种框 像框 金框 很特别 很特别 所以我特别把它带到这边来 跟这个观众一起来分享这一块荣耀 好的 那么刚刚经过原理长 来跟我们介绍一些社区的环境特色 还有推动绿美化的一些成果 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 我们还要再请原理长来跟我们介绍说 我们在龙天里这个社区 其实它的另外的资源回收的工作 做得非常的成功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 待会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清晨一起发生远住宅的火灾 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快把瓦双炉关掉 怎么还有声音啊 乖孙回收处一时 他一侦测到有高温或浓烟 会随化出警报声响 后来无时间通知出来 人赶紧逃孙跟打一一九报警 没错 而且自己动手装便宜又方便 安装不紧气 探存无国逼 请购买富有合格标示之产品 并记得定期更换电池哦 谢谢你的帮助 让我们有一个温暖的家 想帮助别人却不知道该怎么做吗 提醒您 多的空屋可以透过租屋服务平台 租给有需要的人哦 不仅可以免费张贴租屋讯息 最高每年还可获得一万元的修缮补助哦 目前已有六个县市 加入租屋服务平台的行列 请上网查询详细说明 租屋服务平台 爱屋及屋一起来 内政部营建署关心您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的现场 那么刚刚呢我们听到这个我们原理长呢 来介绍这个农天理的各项的一些环境特色 还有社区绿美化的成果 其实呢在我们农天理呢 还有一项非常引以为傲的一个政策呢 就是我们社区的资源回收工作 这个也是我们原理长的这么多年来 所努力推动的一个成果 我们也可以请原理长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是不是从你还没担任理长之前 做社区主委的时候就已经在进行这种资源回收的一个工作 这个工作是真的要感谢我们所有社区的住户的配合 没有他们我们也做不起来 当初我只是一个构想 那才当到主委以后我觉得说 这项工作是真的要来做 那时候台北市还没有资源回收这一条 还没有分类 还没有分类 所以基本上我就觉得我们要做 那我看到每天的垃圾 事实上垃圾量并不大 那但是每一家都是那么大一包 那我就说服我们自己一些委员 我说我们自己来做 我们自己来做 那后来当然当选里长以后 就这一块就还是交给人家做 可是那时候我就率先 就每一栋大楼的地下室 我提供他六个桶子 对 那个桶子我就分为宝特瓶 玻璃罐 然后这个纸类 厨鱼都把它分开 对 尤其那个时候我跟桃园农改厂 我还合作跟桃园农改厂 去购置了一批 大概有三个人核爆的 这么大的蓝色的厨鱼桶 对 来率先做厨鱼 那我觉得那个时候刚开始做绿美化 你一定要做要有肥料 要有肥料这是一个构想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提 就是有一个口号 叫做厨鱼变沃土 厨鱼变沃土的计划 所以那个时候就推动 我在社区就示范每一个家户 希望就说我们下来的东西 我们都能够在家里把它出分类 家里没有办法分类 后来就跟那个时候清洁公司就谈 我说你压低价钱 我说那个价钱我不能 这价钱怎么压低呢 我们的成本就是多少多少 就报告我听 这个一顿要多少多少 我说我对你怎么弄我不算 我不管 但是我的构想是 我说我先拿一包垃圾 我说你随便拿一包垃圾 一下一次拿 就提两包垃圾 我说我当在里面来分 对 就把它打开 打开我把它纸类把它分开 把我特瓶分开 那个喝的那个饮料罐把它分开 酒瓶子玻璃瓶分开 对 厨余一小袋把它分到旁边 好我说这样子 现在这是垃圾 我说你老板你看 现在垃圾有多少 就变得很少 我说这些我分出来的东西 都是可以卖钱的 而且它垃圾减量 对 这些资源回收的东西又可以卖钱 对对对 我说这样子 我为什么叫你把钱压低 那你这些钱你卖的 社区不跟你要 他还是有钻头 他还是有钻头 对对 对对 那垃圾袋你包 垃圾袋你包 所以我们到现在 我们垃圾袋都是他才出 都是他才出 所以基本上 到最后又处鱼 我就把处鱼拿来 开始请桃園农甘场的技术来提供 是 告诉我怎么做处鱼 那我就把处鱼每天要把它洗干净 把它滤水 然后倒进去 还要撒菌种 对 每天都是照這樣做 但是有的時候我沒有辦法24小時盯啊 我在上面就寫一個廚餘怎麼製作的辦法 在上面寫個條子 希望住戶拿過來 你就先在家裡已經把它清洗過了 拿過來以後把去袋子然後丟進去 可是住戶不會這麼去 不會 他會嫌麻煩 他就直接家裡湯湯水水就倒一倒 我是廚餘嘛 我就叮就進去了 甚至連那個袋子都不放 所以當前面我做了幾桶都很成功 那我家裡也有下次我帶給廚餘 後來以後他們就丟了袋子 就變成一桶都是蛆蟲 所以我每次要找水飛來把它清掉把它洗掉 所以後來市政府看我環保局局都說我這樣做不錯 他來跟我配合來做 那就用機械式的 但是機械式還會出了一種那種 好像炒焦的一種那種 它是有一種 有一種炒焦的味道 對 因為它是用熱烘法 做加熱處理 對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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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有四五個格子 是是是 可是這個東西你要放在社區 社區這個都很配合 對 可是你要放在我家門口不行 對啊 因為資源回收工作真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觀念 那我們在我們知道原理長在推動這個工作的時候 事實上也受到很多的阻力 對 當時是不是很多民眾他們會有一些反被 就是反對的一個心態 反對 但資源回收當然 但是他們嫌那麼麻煩 對 後來那只是說我跟這個回收業者 就是這個清潔公司講 我們花一點時間 所以後來還住了一個倉庫 特別來做分類 做這個分類 所以他也賺了很多錢 對 他現在也賺了很多錢 對 做這個廚餘的時候 那康力更大 因為他會有一種交錯味 他就說你不要放我門口 是 後來我們到最後放在這個現在的松山分院 可是也有人沒有辦法按我們那樣做 我有幾個人 有幾個志工一起做 可是當我們不在的時候 他們把椰子殼也丟進去了 把整個的塑膠袋也丟進去了 那個裡面的絞刀 一碰到椰子殼一定斷 對啊 絞刀一碰到塑膠袋就攪在一起了 所以機械就經常故障就對了 經常故障 一修就好幾萬 後來我也跟這個做了幾年了 幾年下來後來跟環保局報告就說 我有我的困難 對 人員不夠 環保局後來要做廚餘 後來我也跟環保局講 我說事實上做廚餘很好 對 可是如果說你真的要做 你要到中南部去看他們做這個 有機肥的這些工廠 看他們怎麼做 那個才是真正的專家 他們才是真的專家 你不要看他們沒有讀兩天書 不是說你現在博士碩士 你們的這個實 你沒有實務經驗 你有理論 可是他們實務 你要台北市政府你要做 你就是要做實務 你能夠把 也遇到這麼多的廚餘 這麼多的廚餘以後 你把它處理成變成有機肥 你再送給台北市民 我覺得他們很高興 可是市政府公務員你要想要這樣做 我覺得還是有一定的困難 這個是真的不是開玩笑 那是要捲幾袖子去做的 真的要有魄力 要有魄力 對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龍田裡 它有這麼大型的一個國宅社區 有四千多戶 我們可以知道 光是每一天 一戶有一袋垃圾就好了 它有四千多袋的垃圾 這些垃圾所累積出來的一個體積 是多麼的龐大 那里長這麼的用心 然後慢慢的教育我們的里民 跟大家一起互助合作 然後可以透過我們這個 里長提供的這個照片可以看到 它都是放在我們社區的地下停車場 地下停車場 所有的統治也都是我們里長自己 就是出資 然後來購買這些 初期是出資 後來是社區自己的經費購買 就是可以看到說 它這樣子分類之後 整個擺放 讓環境整個 並不會覺得很髒亂 而且每一個垃圾桶打開乾乾淨淨 完全不會有錯位 甚至我們現在還有一些社區 像我們敦北華城 它就是自己買了冰箱 那冰箱不是買了給你冰什麼 是冰廚餘的 對對難怪 所以你到我們這個資源回收廠去看 我們沒有臭味 對上次我有跟里長到地下去 它的秘方就是因為他們買了一台冰箱 冰箱是專門丟廚餘的 所以這樣子這個廚餘就不會因為這個空氣的關係 發酵 所以它環境整個感覺就很乾淨 對 那麼我們可以知道 我們龍天裡 因為國宅當初設計規劃有很多的公共空間 所以呢 龍天裡裡面 就有一個很寬寬 很寬大的一個活動中心 那麼我們原理長的也非常的 有效利用這些空間 經常是不是舉辦很多社區的課程 讓我們這個活動中心都 每天幾乎都有課程 然後排得滿滿的 對 這個也是當初要感謝我們 蓋國宅的時候 是 我們前里長 就提出一個需求 就是說 我們現在這個既然是 眷設改成國宅 對 那軍宅跟國宅是共鳴 那我們是希望將來 這個有一個區民活動中心 那時候就跟台北陣容跟區公所提出需求 所以區公所就把它列入一個 一個將來的需求 那時候在黃大都市長的時候就開始 這個真的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一個規劃 對 可是那個時候國宅並沒有按照原來的規劃 就是說我們把它設計好 事實上它是用這個停車場的一半 交給我們 所以並沒有設計 但是我看後來拿到這個 我也覺得很詫異 我這個頂屋頂那麼低 怎麼經營 可是還是去努力 我們去讓社區祝福 能夠下來參加很多的班 所以我幾乎 像這個是我們六月份的辦表 我們幾乎滿滿的課程都有 那有需要這個租的居民 他必須先來看 看我們這還有什麼空的 再跟區公所去租 去租用 可是幾乎都滿了 對幾乎都滿了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能夠不是文字館 也讓我們區長 不要每一年到這個議會去罰站 去挨罵 那是文字館 所以目前我們農田區域活動中心 不是文字館 對 我們也是很有效的利用 很多的柱子 你看到這是人性化 很漂亮 也是紫色的 我們的這個背板也是紫色的 然後還有一個很大的很大的玻璃 這都是非常好的 對 那麼我們知道呢 在之前跟里長也有談過 就是說我們社區裡面 就是唯一有一個 這個三種的一個松山分院 那麼之前是不是因為有 曾經有這個SARS的一個狀況 也是在我們農田裡有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危機 那麼我們是不是也經過這個危機 然後大家團結一致 來做一個有效的處理 這個也是個很精彩的一個記憶 當初在SARS的時候 這個和平院就已經沸沸癢癢了 我SARS我記得那一天早上5點半 5點半我就接到我們松山分院的院長的電話 電話就說里長你來開會 我第一個念頭就慘了 SARS要來我們的 對 所以我趕快跟我太太講 我說我要去開會 這很嚴重 我說去松山議員 我說他就好 所以我去開會 院長只給我一個條件 就是說你幫我把外面顧好 我們顧裡面 那我跟他做條件 我說你千萬 你現在既然收是國防部的命令 對 那我們必須服從 對對對 那你必須保證 他是不會到社區來 沒錯 所以那時候我們跟他要求 我們這個衛生特別重要 是 那時候幾乎我每天 除了我到了辦公室以後 我跟李幹柔交換一下以後 他來李幹柔守辦公室 我就進醫院了 所以那時候我是真的是每天進醫院 直接去那邊 直接去醫院 我說要感染我先感染 對對對 我先以身作則給我們的民眾看 沒錯 只要有三五個人聚集的地方 我們就跟主任一起 就到現場去跟大家做解釋 那時候也有很多住戶跟我講說 李長我們就等你一身令下 我說令下怎樣 他說我們拉白布條啊 去抗議啊 像和平院前面 對 我說如果說抗議啊 我不會做抗議的事情 是 我就跟他講 我說你們不要這個 這個聽外面講說這個SARS SARS怎麼都傳染 我們根本不曉得 他後來知道是飛沫傳染 飛沫傳染 我跟你講話 可能這麼近有可能 對 可是隔了這個八米向道 就沒有了 對 但是大家還是很驚恐 那我們就去跟他談 跟他講 所以說我們一直到松山 松山沒有 沒有一個抗議團體 對啊 所以等於是說我們這個 有的是很多 對 消毒團體來 各單位來支援消毒 所以我們農田裡幾乎天天消毒 對 我說你不能把這個疫情變成社區 對 社區感染就很麻煩 所以我們農田裡 我們農田裡 對的也是因為SARS的緣故 所以跟我們這個松山分院來 有這麼好的一個革命情感 所以現在是不是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然後優惠我們李民 對 這個是個很大的 因為我們真的是跟他們一起 共度了一個最困難的時期 那事實上我們是用心來交往 對 所以很多的前院長 院長這個 然後這個很多的長官就覺得說 這個是值得去獎勵 所以就農田裡 所以到今天在三軍總頁松山分院 只要10塊錢掛號費 這次活 相當不簡單 那麼因為我們節目時間的關係 我們沒有辦法說非常詳述的來介紹 我們農田裡還有里長的一些政策跟理念 那麼今天呢非常感謝我們松山區農田裡 俊錡原里長來到我們區裡大小調的一個節目現場 和我們分享這麼多里內的一個大小事物 那麼里長呢他事實上他也 一直在要求自己 然後希望能夠繼續來為這個農田裡 繼續打造成花園城市 那麼同時呢也感謝觀眾朋友的收看 區裡大小調節目 我們下次再會